封老爷的命令 把三小姐拿下 这是干嘛 翊王殿下 湘王殿下 两位殿下 怎么有空嫁邻侯府 是有什么公务吗 小的这就进去通报老爷 你等等 不用通传了 没什么大事 只是本王和三弟正好路上偶遇三小姐 顺路送的回来而已 你们 这是闹的哪一处啊 回殿下的话 是三小姐的儿子 用毒粉伤了二小姐的脸 老爷大发雷霆 命小的带人守在门口 看到三小姐回来 就直接拿下 带进去问罪 小的也只是封命行事 你说北北 用毒粉伤了沈玉霆 对 这二小姐伤得不轻 老爷发了好大的火 既然都撞上了 本王跟三弟也进去瞧瞧 沈侯爷想必不介意吧 不敢 您里边讲 娘亲 贝贝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沈婉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 你跟我跪下 贝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娘亲出门后 我正在休息 沈玉霆突然气势汹汹地闯进来 带着丫鬟打伤了青罗 又想用开水探我 我趁他不注意 用娘亲给我的药粉 撒了他的脸 他的丫鬟也冲进来 不知道怎么的 就摔成了一团 动静闹大后 沈侯爷也带人赶来了 看到沈玉霆受伤 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抓我之罪 我为了自保 就用药粉威胁他们 让他们不敢靠近 这才拖到了娘亲回来 贝贝做得很好 父亲刚刚也听到了 我儿子的所作所为 都只是为了自保 他胡说 我只是好心来看望他 他就用毒粉回我容 还弄伤了我几个丫鬟 我为何可以证明 二小姐说的都是真话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们胡说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你这个小贱蹄子 胡说八道什么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当着我的面 欺负我的人 卧槽 好丑啊 是谁在外面投听 给我滚进来 叶王殿下 相王殿下 相关不知两位殿下驾临 实在是冒犯了 沈侯爷不必惊慌 本王和三弟啊 不是找你麻烦的 只是一时凑巧 送了三小姐回府 竟没想到 遇上府上这种大事 这事看着好像挺严重的 沈侯爷应该不介意 本王旁听一下吧 下官不敢 相王殿下 求求殿下 替玉庭主持公道 二小姐说笑了 这是你们侯府的私事 于情于理 都轮不到本王来管 相王殿下 沈王 你支持你的儿子 用毒粉谋害你的姐姐 我看你简直是恶毒到骨子里了 父亲既然老糊涂了 分不清什么是真相 那行 正好湘王和翼王两位殿下都在 大可以做个公证 我来审 啊 这个 本王恐怕不 可以 本王可以来做个公证 你来审 现在我问 你答 北北是怎么用药粉 伤了你的脸的 我刚走进屋 你儿子就用药粉 朝我的脸洒过来 你确定你是刚进屋 就被北北洒了药粉吗 我确定 满嘴谎言 你连说谎都不会动脑子的吗 你说你是来探望北北 我姑且就相信了 因为北北今天正好生病 我一大早出门 就是为了去给他买药 临走之前 我特意吩咐过 伤他躺在床上不要动 你说你一进门 就被北北攻击 这句话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 他会乖乖躺在床上 北北正在生病 虚弱叛了 而且他只穿了一件礼仪 北北 把证据拿给他们看 这能证明什么 如果他真的下过床 这不仅容易受伤 而且一定会弄脏脚底 是我记错了 不是刚进门 是我走到床边拉开帘子 他在朝我撒样粉的 那你身上的烫伤 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北北打碎了茶壶 把你弄伤了 没错 他就是诡异的 我离开的时候 屋里只有一个茶壶 是放在外面的桌子上的 里面是厨房刚送来的热水 如果北北没有下过床 不可能自己把茶壶 拿到床上 所以 这一定是你带进去的 你到床边去探望我儿子 你提着刚刚烧开的热水 想要干什么 我 你提着茶壶不怀好意地靠近床边 却被北北发现 他为了自保 在你掀开床帘的时候 洒出了药粉 你受到惊吓把茶壶摔到地上 这才弄出了一身的伤 不是这样的 你胡说 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说谎 你自己干了坏事 还贼喊捉贼 本王可真是长了见识 小王殿下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别 你跟本王没关系 犯不着跟本王解释 小王殿下 吵死了 滚出去 翊王殿下 滚 翊王殿下 对不起 我马上滚 翊王 翊王殿下息怒 小官 你也滚 是 是 小官这就滚 不打扰殿下了 秦龙 你没事吧 谢谢你护着贝贝 牟宾没事 答应过 单小姐的 待会我给你伤药 你的脸不会有事的 哈哈今天受伤了 不肯伤药 在王府里哭闹要见你 你说真的 他怎么会受伤的 闹脾气 从屋顶上跳下来 伤得不轻 又不肯伤药 一定要见你不可 可是 可是 梅梅也不能离人 王府不缺能住人的院子 你可以带他一起去 不管是需要太医 还是需要什么药材 本王都可以给你找来 狠狠今儿一早进了宫 把整个太医院的药材都搬空了 说要给你送过来 本王不许他胡闹 他就爬到屋顶上 威胁本王要跳下来 什么 本王想救他下来 他不肯 结果摔了一身的伤 又不肯伤药 哭着闹着 非要见你不可 要不是他闹得厉害 你当本王想来找你 那 还害伤得严重吗 性命无碍 但他不肯伤药 本王拿得没办法 看来 翼王殿下平时确实不是一个好父亲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会红 反而还要求助于我这个外人 这不岂是正合了你的心意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行 那我给北北换身衣服就走 青龙 你也跟我一起去吧 三弟 高啊 这直接把人接到自己府里 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招可真厉害 你说什么 我本来还以为你这种性格 这既不懂怜香惜玉 又对女人毫无兴致 以后肯定得孤独终老 这没想到 竟然是做哥哥的小看你了 你小子手段这么高啊 二哥误会了 在二哥面前你还装啊 哎呦呦 二哥倒 一定给你保密 简直激动压脚 王爷 你回来了 真是吓死我了 哈善 这是怎么了 杨姬 乖 不哭不哭啊 杨姬 听你爹爹说 你身上还有很多的材伤 杨姬给你伤药好不好 我都听娘亲呢 杨姬 可能会有点疼 你稍微忍忍好吗 娘亲 杨姬不怕疼 杨姬真勇敢 你用了什么东西 这是给伤口消毒用的 可以防止感染 这是烈酒 差不多吧 这个比烈酒的效果更好一些 你取了冰块之后 用软布包着 给杨姬做个冷敷 同一块位置不能敷得太久 要来回地换 以免皮肤被冻伤 直到你看到血肿消退为止 杨姬 你要走了吗 杨姬 你不要走 留下来陪伯喊喊吧 我不走 不过 贝贝不是也在生病吗 杨姬得去书房给她煎药 让叶器给你冷服好不好 贝贝也生病了 严重吗 按时吃药就没事了 你不用担心 嗯 好骨的味道 娘亲 这不是给我喝的吧 你都是皮外伤 不用喝药 这些是伯伯的 伯伯 你好惨 你要喝这么苦的药 没事 我都习惯了 来 慢点喝 小心烫 嗯 娘亲放心 来 伯伯 快吃一个 甜甜嘴 你快吃嘛 这个蜜饯可甜了 吃完就不苦了 怎么样 甜不甜 甜到砖牙了 甜an吗 惯咱们 吃完就行 吃完就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